這是鹽嗎?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大家好 我是小豪哥哥 相信每個拉麵的愛好人士 口袋都有自己喜歡的拉麵店 絕對不是那臨鎖或是超級排隊名店 而是那最有溫度以及有對味的店 本集要帶大家來吃的是 台北醫學院附近的一甄亭 老闆是道地的日本人 我們從開幕吃到現在 到他現在都有分店了 先看菜單 道地的九州豚骨風格 以拉麵來說 價格走親民路線 選項也很多 也有冷麵 店內的風格就是日味 另外還有三種滅體可作選擇 兒子和女兒點的是他們最愛的豚骨拉麵 光看你就知道 湯頭有夠濃的 配上細拉麵 超讚的 筍絲必加點 因為超入味 同態點的是臘味豚骨拉麵 濃厚的豚骨 配上剛好的辛辣味 彼此沒再講戲 味蕾在舌頭上面跳著舞 我點的是鹽味拉麵 就是淡一點微鹹的豚骨湯頭 來 吃給大家看 硬拉麵配上這湯頭 拉麵每一口都沾附的湯 抽抹 口感脆 湯頭又香 太爽了 再來是兒子強調必點唐陽雞 我也不知道每次去吃怎麼都沒有吃到 光看這個份量就知道和一般唐陽雞不同 吃下去有夠酥脆 甜還會噴汁 真的 這麼大塊 超爽又入味 好吃 好 洪泰 一針亭值得推薦嗎 不愛一針亭 CP值超高 吃得出店家有做些鹹度的調整 讓台灣人不會覺得過鹹 更不減豚骨的味道喔 重點 濃郁而不膩啊 配上硬拉麵每口都是好味喔 好 這集就是小浩哥哥帶大家來吃的 一針亭拉麵囉 下次再大家吃什麼好料呢 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以及我的頻道囉 掰掰